家族办公室的概念最早是起源于西方 那么一直以来都是为富裕家庭 量身定制的财富管理工具 而在亚洲 香港和新加坡作为金融重镇 早已经在家族办公室这个领域 累积了丰富的经验 从税务政策支持到完善的金融体系 还有专业人才的配配 都形成了稳固的产业生态 相比之下 我国要迟到今年的9月份 才算开始在家族办公室的这个领域 出台一些实质性的这个政策 那么什么是家族办公室呢 在面对发展落后的这个局面底下 我国又是否能够凭借独特的优势 在这个领域脱颖而出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为大家逐一剖析 家族办公室的运作模式 探讨它能够给我国整体经济 带来的这个好处 以及所面对的潜在的挑战 希望通过深入的解读 为大家揭示这个高端财富管理工具 未来真正的发展潜力 家族办公室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 主要是欧美富裕家庭为管理和投资他们的财产 以及作为财富传承而设立的机构 其中最早期最著名 设立最为完善的家族办公室 当属人类史上第一个最富裕的家庭 洛克费勒家族的家族办公室 就坐了在美国曼汉顿市中心的洛克费勒中心大楼顶城 代号为5600房间 被誉为是整个洛克费勒家族运行的中枢 从1882年至今 百多年来负责打理洛克费勒家族世代成员的财产 随着时间推移 家族办公室变成富裕家族或高净值人权不可或缺的理财工具 通过精密布局和跨国资源整合 帮助家族成员传承财富 实现资产稳健增值 德勤马来西亚私人客户服务领导朱佩佩 接受财经14行的访问时候就指出 家族办公室是根据家族的需求 来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隐私度非常高 除了财富管理和投资 也帮助凝聚家族共识和发展传承策略 如果你看到家族办公室 这实际上是一名称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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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家族办公室主要可以分成两种类型 即单一家族办公室及联合家族办公室 从字面上单一家族办公室 就是只为了一个家族提供投资和财富管理服务的办公室 可以聘请专业团队综合负责家族事务 为家族成员提供定式化的财富管理和财务解决方案 联合家族办公室则是为多个家族服务 而这些家族彼此之间不一定有关联 鉴于家族财富规模较小 加上与其他家族分摊成本后 整体成本相对单一家族办公室自然来得低 而且联合家族办公室提供家族更多资源 也提供不同家族之间合作的机会 不过私密性就不及单一家族办公室 你必须要有什么值得到 为了这种值得到 你有没有任何值得到这家族的值得到吗 主佩佩也指出近年来家族办公室 经历爆发式增长 从西方欧美国家逐步往东方拓展 然后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 像中这块充斥天文数字的大蛋糕 想方设法吸引这些财富 在美国家族办公室行业的概况时 朱佩佩坦言 虽然这个宣布比香港和新加坡 迟了十多二十年 但算是很好的起步 当然还有许多教育工作需要做 但这并不代表我国完全没有家族办公室 只是数量比较少 我不是很高兴的许多高兴 因为他们可能会有助于 家族办公室的族办公室 但是这也是一个中间的地方 我们会觉得很有趣 而且是家族的股份量是增长的 货币是增长的 他们会觉得有需要 保持货币是保持的 能够保持到最后的年代的 我們必須專業化很多的事 要有一個正確的環境 所以你能夠從各方面的推述 去推出的設計 在馬來西亞設計的設計 最後但不最後 我會說 甚至我們正在早期 有很多教育 有很多推述 從二世代 甚至從第一世代 你能夠看到 在馬來西亞設計的方向 更加增加 在馬來西亞設計的方向 根據官方資料 設立家族辦公室 享有零稅率 需符合多上條件 包括所管理的資產規模 最少要達到三千萬令吉 必須在森林城市的島一 設立並運營註冊辦事處 為了符合最初十年的優惠政策資格 單一家族辦公室 需在我國成立新的投資控國公司 並預先向證監會註冊 以享有稅務優惠的資格 在島一設立的家族辦公室 必須聘用至少一名投資專業人員 其月薪不少於一萬令吉 除此之外 家族辦公室每年在本地投入的資金 也必須至少有五十萬令吉 如果要獲得額外十年期獎業資格 就必須持有至少五千萬令吉資產管理規模 和六十五萬令吉全年應援支出 並且僱用至少四名全職員工 我國想要發展家族辦公室領域 建立完善的生態系統尤其重要 朱佩佩強調富豪們在建立家族辦公室時 會優先考慮能夠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務 法律保護以及政治和經濟穩定性的國家或地區 這樣才能確保他們的財富得到有效和安全的管理 因此一個成熟且高效的進入市場是必不可少的 當他們設立家族辦公室 你們可以想像一下 首先他們想確保保護政府的確保 是一個環境的環境 他們能夠提供投資專業員工資助 因為他們看來幫助家族管理工資 要求資助資格 這些人的資源 所以有必須要求資助資金 如果他們有必須要求資助資金 也要求資助資金 成功購入資助資金 成功購入資助資金 這些人有可能會有很多錢 所以這些人會有多少錢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的東西 他們看來看 還有 thirdly 有關固定的財政法 谢谢大家